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 也是現任時代力量的立法院黨團 法案助理陳維廷 應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喬州分會的邀請 在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針對臺灣政局現狀進行演說 並與現場八十多名來賓互動交流 討論相當熱烈 講座開始前 主辦單位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發帕在現場擺設攤位 希望稻草民眾聯署 臺灣駐美代表處證明TIA 以及臺灣旅行法案的通過 發帕華府公關主任王巧榮 首先上臺解說臺灣旅行法的重要 主辦公共事務會 王巧榮指出此法案主要是在促進 美國與臺灣之間 各個層級官員的互訪 並且促進臺美總統直接對話 以確保雙方關係的穩定 接著受邀演講的時代力量 國會法案助理陳維廷 針對太陽花的新世代崛起 臺灣政局的現況提出見解 這次上場的主辦公共事務會 希望我們支持法案 其實我們少年跟法案 其實這幾年來有很多互動 就像我們太陽花的互動 就是很快在美國 很多年來都有少年來 新聚會 有些支持太陽花的機會 集會之後 法案就可能會隨到華盛頓提示 會中陳維廷也針對年金改革 主權爭議 前瞻計畫 及九二共事等相關議題 與現場來賓進行熱烈討論 讓僑胞具體掌握 臺灣政治動向 我們全美國的分會 各分會由總會聯絡 邀請陳維廷來的原因 是因為她是太陽花的領袖之一 充分代表臺灣年輕人參與政治的一個模範的樣子 我們希望接她來演講的機會 給在美國的臺灣年輕人有一個模範 也參與政治參與公共事務 座談會後 民眾享用茶點的同時 仍繼續把握時間彼此交流 關心臺灣的政局變化 臺灣宏觀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